零下二十度睡在房车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早上冻得实在睡不着了 拉开隐私团发现 外面刮了好大的风 只能先在车里做好保暖工作了 男宝宝也已经挺好了 就这样 我又睡了一会儿 有一种睡农村火炕的感觉 烫屁股 动脸 说话都能看到哈欺 车里的温度是零下几度 昨天晚上没有多少电了 所以呢没有打空调 我现在想办法给我的房车充电 我连忙跑下车 顶着外面的寒风打开了储物箱 拉动了里面的发电机 房车终于可以开始充电了 我也有救了 空调也可以开了 车里几剩的一点水也被冻了 为了能够洗洗脸刷刷牙 只好把它们都敲碎 再收拾一下卫生 准备触发下一个目的地